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川普在今天的推特中宣布 现任退伍军人部长戴维·舒尔金被炒 提名白宫体检医生罗尼·杰克逊 为新任退伍军人事务部长 此前退伍军人事务部内部监管机构 在2月份发表了一份措辞严厉的报告 指出舒尔金不恰当地接受了温布尔登网球赛的门票 而且他的员工还篡改了电子邮件 以证明他的妻子用纳税人的钱前往欧洲旅行是正当行为 本月早些时候 两名知情人士告诉美联社 川普已经开始视舒尔金为困扰 白宫也提出了一些可能接替他位置的人选名单 川普在今天的推特中提名白宫体检医生罗尼·杰克逊 为新任退伍军人事务部长 原因有可能是因为这名医生资历经验积累的结果 也有可能是这名医生说的话令川普开心 今年早些时候 杰克逊就曾称 川普具备极好的基因 身体健康程度好极了 现年50岁 海军少将 是白宫总统医生 除了川普 他也是前总统奥巴马的体检医生 以上是柳晨为您播报的新闻时事报 感谢收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